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古海大赢家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哲龙 那我们来收看一下 来欢迎一下今天的来宾范逸华 范逸华小姐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逸华 干嘛干嘛今天这么开心 你看昨天被他预料中了 他今天就这么开心 得益成这样 我们的角色要互换 投资朋友可能大家现在比较流行 不看美女 先看 帅哥是不是 不好意思这样讲 先看分析师 投资朋友开玩笑的 不论这样的开场白 不知道你有没有熟悉 为什么我要这样跟投资朋友报告 其实逸华今天台想的话台股收得不错 对啊 占上8600 感觉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场白 为什么我要这样跟投资朋友报告 其实占上8600 逸华你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说很奇怪 昨天我才在担心说 今天结算会不会可能压低 还是说空单这么多 对不对 有危险 结果你说 不会 不用怕 不用怕 投资朋友 昨天很多人跟你讲 一万多口的空单 很紧张喔 欸 投资朋友 你知道今天外资整个回补 三千多口的空单 四千多口 今天的空单口数 大概只有八千口左右 你在pass 而且 真的是像我们讲的 哎 顶多就八千六 今天收到多少 八六零二 郭老师给你预测两件事情 全部有预测到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相对来说 我说雅谷不好 在这边看的话 雅谷不好台股还是好 那等到雅谷一好呢 台股不得了了 果然今天开高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说 就算开高 你说只能在八千六 顶多大到八千六 有没有 第三个我跟投资友报告 结算这个转折 果然看起来 这一次结算后要玩大的喔 投资表 这次结算后要玩大的 你不要跟大家开玩笑 所以郭老师预测 很多事情是准确的 第四个预测 我也都讲在前面了 你们看到 我跟大家讲说 很多前几天 哇 一跌你们就找理由了 爆大量 爆大量 我说郭老师逻辑不错 我说跟各位投资友报告一下 我说台股这一波 就算我认为台股这一波最高点 可能伴随着一个相对最大量 可是爆大量不是您定义的 不是一千四百亿就定义的喔 以前台股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你一千四百亿 结果来到一千七 还继续涨个六七百点 少赚很多 而且我跟你讲说 封关前不要买股票 你说那时候那一年也是这样 封关日以后 结果隔天跳空两百点 再涨再涨再涨 所以投资票 我说过了封关前 有没有寒情一华 有没有寒情 有知道大部分投的时候 还特别有行情 很多人在那边卖股票 结果股票 还是慢慢涨 你在继续卖啊 投资票今年的台股 会非常非常刺激 不是我随便跟你乱说的 而且投资票 我今天做这个字卡给你看 来看清楚 1.1万口空单 台股还打不下 结算完还不喷吗 投资票还不喷吗 你自己想一下会不喷吗 这是我跟投资票讲的一个格局 除了这格局以外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投资票我们来看 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的一个2317的鸿海 也有没有看到 2317的鸿海 势必外资又在最新的买超 那投资票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 鸿海 下面也要看一下 我们缩小一点点 Roon out一点 投资票你看 这边是法人的买超 我一直要强调 我们右边的KC一定要留着 法人的买超在这边而言 你觉得是不是持续的买进行为 我觉得是耶 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是 其实投资票 因为你可能有些人 是看我们一两个礼拜 有些人可能在中视 看过我们很多节目 我要跟你讲 半年前在所有分析师 不看到鸿海的时候 我直接跟你解鸿海 我解的很简单 我说去年EPS 人家郭台铭董事长 我姓郭的 跟我们一样 这边都给你打包票了 怎么样 去年会比前年的EPS好 结果股价前年EPS8块而已 人家股价可以90几块 投资朋友 那个时候70块 你要谢谢外资 你不觉得当外资的分析师 真的很好 投资朋友你很喜欢看外资的报告 结果外资偷偷给你喊空的时候 那时候你记不记得 易华 那时候很多人骂鸿海 说鸿海不行 PC产业不行 不论是八哥来会 有些的外资 他说看很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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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给你骂到60块70块 有没有 那边69块 这边的股价是69块 投资朋友给你看得很不好 结果你在最低档 哪个老师跟你讲 我要跟你讲得很大声 郭老师跟你讲 你就算不知道你站在多空线的时候 人家说开始赚八块钱的时候 你有沒有进场 投资朋友 鸿海这种股票是你支我支 每个人都支的 你可以买一百万 买一千万买一眼 你有沒有赚到 今天穿新高 那个时候一大堆外资跟你讲 我就跟投资朋友报告 在这个市场上你要了解 谁是你的敌人 谁是你的朋友 郭老师我就是你的朋友 我只要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外资是不是你的敌人 还是朋友 可是我要跟大家一句话 你跟外资的分析师 非心非故的 他为什么要让你赚钱 人家出具报告看很空 讲得很大声 结果现在偷偷给你买的时候 我看到最近才说 出去报告看很比较好 可是已经吃那么多货了 有谁跟你讲这些 没有人 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只要多空线 是红色你就进场 这几天我也一直追踪鸿海 从上礼拜五 第一时间我们都四年 节目很棒 那个时候是不是 鸿海势必有机会 来了一个大涨 就是投资朋友 连续三天 连续五天大涨 鸿海你有想过 可以连续五天散涨吗 这是法人买上去的吗 这是法人买的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为什么是法 应该是让你讲的 这是法人买上去的 也是投资朋友们 散户们 你们卖上去的 你们卖给法人 做红海做这一波 你不要只想赚五块钱 好不好 你要赚个二十块也可以 投资朋友 从我那时候讲 我刚才跟你讲六九块 到现在 你看今天股价83.3元 还原除全息多少钱 九十块了 还原除全息九十块以上 涨三成 红海涨三成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波如果你去年看我的节目 看我在中市或非凡的节目 你买红海 你会赔钱吗 赔钱来找我 我说我讲得很大声 赔钱来找我 所以其实 我要再跟你讲 另外一个观点 记清楚 我昨天也跟你讲 我前天也跟你讲 大前天也跟你讲 我至少昨天一定有跟你讲过 我说大盘要上九千点 很简单 为什么很简单 记得喔 这十年台股最高点 是九千八百零七点 那时候红海本益比 二十倍 两百七十几块 投资朋友 一环你知道那时候股价 EPS还赚了个十二十三块 如果现在拿个二十倍本益比 请问你 红海是来到多少钱 一百 八块钱的EPS 二十倍本益比多少 一环你知道吗 八乘以二十是多少 我们不能讲股价啦 我没有要讲股价 我没有要讲股价 我要讲银器的 这不是我目标价 你说合理换算上去 一百六 我一定要讲清楚 我还是讲得很大声 一百六 可是这不是我的目标价 这真的不是我目标价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比谁都还遵守法规 一百六 一百六十块的 二十倍本益比是一百六 投资朋友 我要跟大家讲 你看清楚 我今天不知道 他红海股价 我不是要给他喊到一百六 我只要跟大家讲一句话 我不要二十倍本益比 我十五倍本益比 我假设今天红海到一百二 你觉得台股上九千 会不会轻而易举 是不是 一话是不是 轻而易举 我讲得很清楚 轻而易举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到 你听清楚 我上礼拜就跟你讲 你去看 昨天前天大前天 外资是买超红海 昨天前天大前天 外资是卖超台积电 现在有一件事情出现了 投资朋友我跟你讲 接下来 接下来外资 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卖高基期的股票 买低基期的个股 其实我跟你讲很简单 但是台积电 如果到一百多块的时候 其实你要到两百块很难 可是红海如果从一个八几块 到二十倍本益基 他不是没有过 他不是没有过 这个是告诉你台股要创生的一个基地 我要跟大家讲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我很少拿出字板来 我现在拿一个新的字板 你的意思是说 可能会从原本台积电 那个部分转到红海来 的确是啊 其实上礼拜我就讲了 投资朋友你会发现 台积电连续卖超 红海连续买超 国泰金是连续的卖超 开发金不到十块 连续买超 这个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个股一个逐渐的轮动 投资朋友我等一下要给你签个名 现在其实在这边而已 你看清楚 我签个名 我很少去预测这种东西 你要签名干嘛 我要签名以示负责 2014年 投资朋友注意看清楚 2014年 电子股会展翻天 投资朋友你听清楚 我说的其实 2014年 电子股会展翻天 有日期 我来做个签名来以示负责任 然后我们一阵式听 哇你要画压 我要画压 我要画压 我跟大家讲 你也觉得说 国老师怎么冲 玩好大喔 如果你以前在看我 我在中视节目 看我在非凡节目 我去年就画压一句事 我在2月27号 你可以这一次 我们这一次 我们本周六日可能会有演讲 到时候要跟你讲 你可以来去现场 我一定会超过5到10个人 来跟大家报告 我那时候去年 我直接画压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你一定不相信 我直接画压说去年是大多童年 去年看起来的确是大多童年 我投资票 我们敢画压敢画压 我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 对不起不好意思 你该不会要签帅哥吧 签帅哥 我签美女就好 我要签 我要签范逸华三个字 好 投资票 我们来看一下 你写成这样有人看懂 看不懂没关系 这才好啊 投资票 我签得很丑 没关系这不重点 我要继续犯 我在3D有多久 我要继续犯了多久 投资票我只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做股票就是一个投资循环 为什么跟大家 其实我一直要跟他讲 你看清楚 今天1476 如虹 我说过400块如虹 就像60岁040 还在掉 不是他不好 只是早点遇到更好 你看 人家40倍本益比 外资 有些外资宁愿去买40倍本益比 不愿意去买10倍 全世界最大的EMS产鸿海 你要谢谢他 他让你赚不少钱 一下子就还原初全息 所以你要谢谢那些外资 我要跟大家讲 外资不是每次对的 就像其实我要跟你讲 现在很多 昨天很多人跟你讲说 外资好多口空单 一万多口 我直接一句话打死 这边一万六千口空单 不用动 我们就刚才那边动 这边一万六千口空单 我们看一下右边K线 一定要留着 拜托 这边一万六千口的空单 对 先请摄影师大哥 我们先不要动 右边K线跟这边留着就好 这边一万六千口空单 这边一万六千口空单 我这句话打死 我说这边都是怎么样 最低点 对 所以你说这边一万一万口空单 你很紧张 投资票我看来 你根本就不了解外资 看来你看的节目 很多人都不了解外资 这边都是一万六千口空单 有时候空即是多 多即是空 没有分析是像我这样子 在现股单中 还没有实施的时候 我直接在别家媒体 连线的时候 我直接讲得很清楚 投资票我怎么说 我说先买后卖 到最后你只能卖 先卖后买 到最后你只能卖 所以有时候 你看其实主管机关 现在也在演绎 他其实讨论在先卖后买 所以其实有时候空即是多 即是空 做股票没有这么复杂 我今天已经给你签名一次负责 我说其实外资 有时候我会做错 我今天跟大家讲 电子股会涨翻天 我再讲一次 2014年 电子股会涨翻天 我动辄 我可以取出五档股票 十倍本益比的 第一个鸿海 还有电子股 3556 何瑞亚 十倍本益不到 何瑞亚 投资票 这个去年 应该赚个十块钱左右 不难 现在股价九十块 附近而已 投资票还有什么 凯胜 所以我跟大家讲 是什么 其实你做股票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 凯胜也是一样 赚个十六块 结果股价在一百六 十倍本益比 你要谢谢外资 那你有钱赚 那今天你发现 电子股开始动 管达 很多人说管达 是不是被他合并 不是 你不要想象这些东西 不是什么被鸿海合并 跟这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他低基期 其实投资票 你今天不论像郭老师 我去演讲 你不能叫我去带个平板吧 我会跟你强调是什么 平板会侵蚀NB这块 可是NB怎么样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毕竟全球有九成以上的NB 产能 比电产能 还是有管达人保 这些台湾的一些 一些电子股根 所代工的 所以你不要这么看衰台股好不好 当我2009年的时候 很多人看衰台股 有些外资说 -10%的 -10%的成长率 结果隔年给你涨个 8-9% 10%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投资票 其实做股票 不要想太复杂 就是一个投资巡回 当你了解这个的时候 有时候高 即是低 低即是高 当你了解的时候 我知道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可是当你了解的时候 我再举个例子 前年有谁说金价会跌的 从1000 1200 1500 1800 2000 没有人讲会跌 去年有谁敢讲 去年当他2000美元跌到1400的时候 很多人说 中国大妈要少金块 1400跌到1200的时候 有人跟你讲 中国大妈怎么样吗 没有人跟你讲 没有耶 没有人跟你讲 中国大妈现在转行了 没有人跟你讲 他们在炒比特币 所以投资票 我觉得真的是噱头 因为对比特币来讲 他们是一个非常难懂的东西 所以投资票 我要跟你讲 没有人能去改变这个趋势 投资 投资价值会浮现 就像很多外资看空 红海 那要怎么样 我不在乎他们的想法 我只要在乎 我会有没有看动这个趋势 我去说明 你会说红海 是不是过往是我影响的趋势 我要跟你讲 我看得到这个趋势 可是不是我去影响它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其实在这边而已 如果连红海 它都能喷出去 你说台股的高点 不会再建高吗 我提给你听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一直看空台股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我再讲一次 我可以举2011年 2012年 其实台股在封关前 其实是有一个行情的 你不要再铁齿 这是跟投资人报告 好 这是红海 那我们除了红海以外 我说管达人保 我说投资票你看一下 其实我们整个整个的 一个策略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说我警咬太阳人 就警咬太阳人 那今天我说 太阳公公升旗的 其实太阳公公升旗的 有一个是 整个是四大族群 为什么 太阳能 太阳能 太阳能里面的盘子 接着那股的LED 我们先来看LED好了 2393的LED 他说没有 逸光 有没有看到 逸光其实并不难 你看他就创新高 我要跟大家讲 逸光跟金电 你看一下 这个股票 你看他是高档整理 LED前几天跌的时候 也没有分析师跟你讲 现在一瞬间大家都跟你讲 我还是持续跟你讲 接着那股 今天常常是 胡萝卜墩 胡萝卜墩 玩白萝卜墩 你不会担心 太阳能股 该是你的 就是你的记清楚我说的一句话 太阳能股 接着那股跟LED 太阳能跟LED 我都能看好 只是LED看好 我会更看好 太阳能族群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你看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2499的什么 东北 投资票今天创新高了 还锁一个展停板 你有没有发现 多头行情 其实股票喷翻天 喷翻天 所以LED的族群 我讲在前面 投资票顺便看一下 太阳公公升起了 投资票还有什么 工具机跟什么 跟工业店 威强店今天不讲 今天稍微提一下 不要说今天有稍微回答 如果万一能回到多空线 多空线上来 遇到这边你要记得买 你要记得买 我是不是要你把股价抄起来 因为你要记得买 多空线会动 我需要你把工具给带回去 一样 6609龙走科 昨天的低点 我昨天还跟大家看 昨天跌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讲 没有 我还直接跟大家讲说 其实易华还开玩笑 我说什么龙哲秀明 我是取他的名字 我说都有叫哲龙或龙哲 其实都是一个 你说本益比低嘛 你为什么 善盈可以20倍本益比 你说龙哲科呢 你自己去想就好了 所以从昨天到今天 其实今天是10% 10% 从昨天低点到今天高点 10% 所以其实做股票并不难 我再讲一次 现在随着红海上去的话 我跟你讲会有很多题材 红海他可能带动真顶 可能带动他的兄弟集团 震威 可能带动苹果概念股 接下来电子股可会涨翻天 因为电子股一大堆10倍本益比 投资票我再跟你讲一句话 为什么讲这句话 你看我这张字卡 记清楚我所说的这些话 为什么说这些话 2014年我认为电子股散翻天 那投资票你知道吗 一会儿我跟 顺便跟大家报告 去年为什么很多人 其实台股的平均股民 股民平均赚35万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是那35万 赚35万 赚35万那一群人里面 因为你全部都是乱压 该压船长的时候你不压 结果压到电子股 那我要跟大家讲 去年你好不容易压电子股 你也都没赚到钱 今年如果一该轮到你该赚大钱的时候 你又不敢乱压 你又去压到船长 你又不敢压电子股的话 投资票你又不压电子股的话 我跟你讲 今年你也会少赚钱 去年你压错保压到电子人 可是今年好不容易可以压到 电子人你还不进场 投资票我觉得你会后悟 所以投资票 我很少签名负责任 我一年都签一次 好不好 一年都签名一次 投资票我要跟你报告 我老师说 我就连信用卡都很少签 好不好 我是跟你说实在话 所以我很少签名 所以我这个签名 我说话算话 我才三立一天 我就会一直拿出来 刺激各位 我忍得跟大家讲 所以你如果你想要再抓这一波 红海又创新高 郭老师也讲在前面 那在这边我 我欢迎你赶快来电恰讯 赶快赶快 过年前给自己一个大红包 今年过年也只有修六天 不要再TK说有没有行情 这不需要争辩 历史告诉你 过年前有时候行情更大 因为没有信息的人退产 有信息的人更敢进场 所以接下来 赶快操作这一波行情 下个阶段 我再跟你讲 我说太阳能你会发现 上中下游 国外的一些公司 重量型公司 都创新高 怎么解读 这很重要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除了太阳能之外 有接下来的趋势 怎么来抓 怎么来掌握呢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郭海大银家 在郭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顾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6808 02-2506-6808 1月号滑流 校园最夯新偶像 李国毅 任荣轩 带您回到自由年代 2013滑去大赏 明星漏往镜头一次收录 Gin Dolls 颠覆您的美丽想象 三款封面 三项别家好礼 等你来收藏哦 滑流明星我会做一辈子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88路线进站 本车开往海域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店送到 三立财经台在88层道 范依华 蔡伟婷 李星云 杨依梅 陈舒贤 王志玉 财富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定88每天发发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定88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在三立财经台 在谷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6808 02-2506-6808 心泥湯泥加虾味仙 不必让您探钱探味仙 虾味仙助理 平安大花仔 玉容食品 欢迎欢迎来到谷海大英家 今天呢 这个家庭结束往上攻了 期货市场的表现也很不赖 而且呢 钟哥总有说了 今天期货结算 会是一个转折点 对不对 当然是转折 我刚才不看还好 一看投资票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啊好紧张 我刚才最新我们四点的一个资料 其实证交所的资料出来了 今天买超约76亿 结果呢 鸿海买了快一半的金额 45000张 一张8万块钱 投资票 45000张 买了36亿 所以刚讲鸿海 说超超超超就到 外资总算认同我们的说法 所以投资票 你要谢谢外资帮你抬交 谢谢外资帮我们抬交 所以你要搞清楚哦 今天还是买超鸿海 那我跟你讲的 其实买超鸿海 还在做低基期 所以你买超鸿海 只有两种作用 第一个抗好鸿海 第二个 拉抬全职股 你还搞不清楚吗 拉抬全职股 45000张 投资票 你现在有没有后悔你卖了鸿海 你有没有后悔你明明认识鸿海 结果怎么样 循循秘密 那人却在灯火蓝山处 就是鸿海 等着你 为什么主播你笑得很开心 你是特别有经验吗 灯火蓝山处 灯火蓝山处 投资票 所以循循秘密 鸿海就在你眼前 只是你没有买 每个人都听得到 所以我要跟投资票报告 所以其实有时候股票 会回归正义的轨道 这是我跟投资票讲的 那我们来回来 要跟大家讲 洪海不多说 今天买超45000张 最新的 最新的 所以你看我们四年节目最好 没有人像我们这么及时的 我跟投资票报告 那讲这个 不讲多讲呢 电子股是重点 你不听就算 除了电子股 它有一些 比如说去年没有涨的 一样 太阳公共申请的 投资票 那我再花两分钟的时间 来跟你讲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我昨天是有这几天跟你讲 太阳能散中下游 你要学起来 散油是多晶系 中散油是多晶系晶圆 那太阳能电池呢 是下游 这些厂商 中美金有产多晶系 也有产多晶系晶圆 也有产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是新日光跟茂迪 从产多晶系到多晶系晶圆 成到太阳能电池 投资票你看得懂吧 一个箭头看得懂吧 很简单 我要跟你讲一个重点 没有分析是像我这样 把国外的媒体都可以看 来看清楚哦 这是重点的哦 郭老师花很多时间做研究 散油的多晶系隆头 Tokuyama 昨天日本股市 快跌了500点 昨天他股价几乎没有跌 今天股价还创新高 一年涨2.5倍 漂亮不漂亮 有漂亮哦 像我们益华这么漂亮 有漂亮哦 投资票听不懂台语吗 益华可能听不懂 有漂亮吗 有漂亮 你这种走势 你不相信哦 散油多晶系晶走 我们看一下中油 中散油的一个 中散油的一个细晶圆 细晶龙头 保力鞋心 不是保力打逼哦 是保力鞋心 鞋心 这一个也不是鞋心 跟你一样鞋心 我也知道你要讲我哦 投资票他创近两年新高 他创近两年新高 所以中油的细晶圆龙头也涨 所以现在很多人 太阳能你怕就怕 前几天LED没有人讲 今天要不要创新高 你拉回你不紧咬太阳能电池 不紧咬太阳能散油多晶系的 投资票 中美金 我要跟你讲你会错过这一波 我从来我上礼拜就一直跟你讲 所以你不要再错过这一波 你不要再错过这一波 你再看一下 下游 Canadian 收了 这什么 阿特斯的 太阳能 他叫阿特斯 我不知道他叫阿特斯 可是加拿大 Canadian你看得懂吧 加拿大的一个太阳能电池龙头 全世界第四大的 你知道涨多少吗 一年涨十倍 看不看什么 一年涨十倍 前年这个时候还在3.9块 现在呢40块左右 投资票 一年涨十倍 所以我要跟投资票报告 你看清楚 太阳能的上 中 下游 多精细以及多精细晶圆 其多太阳能电池 整个我都有厂商 创一个新高 这麻烦摄影师大哥 多有一个创新高的个股 所以投资票 上中下游 通通都有创新高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都是龙头股 所以太阳能在这边 有机会吗 是该做空吗 你觉得呢 好像不太应该 不应该 投资票本来就不应该 没有分析是让我讲一样 再给你三十秒 再看一次 上中下游 通通 创一个新高 你看 多精细浓头 中游的细细浓头 下游的 收了 投资票 都有创新高 所以投资票 你不要再讲 这个没有行情 最后三十秒 我有跟投资票报告 你看清楚 台子齐今天的1月2月 你看清楚 其实他很强 可是他就在8600这边割篮而止 所以我整个棋子 我跟你讲 价差60点 蛮漂亮 你自己看的 你自己看的 这个我不需要我讲的 可是今天做的有点多 我只要跟你讲 郭老师有跟你讲 8600有压力 有跟你讲 第二个有跟你讲 亚洲股是一弱 台股还是强 亚洲股是一强的话 台股一定更强 我要跟投资者报告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 我们尽量的讲在前面 所以我要跟投资者报告 所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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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其实你错过一档又一档的标股 你不要再错过很多股票 为什么我要这样跟大家报告 其实不论是隆哲科 或者是说今天的1590的雅德 你看工具机 真的是太行工工升起了 有些股票 我们讲在前面 最后今天外资买超 七十几亿 你记清楚我说的这句话 我签名就是一次负责 2014年电子股要涨翻天 外资买鸿海 只有两种意义 第一个就是看看鸿海 第二个你觉得是不是要拉台全资股 为什么那一定是 为什么我觉得一定是 那为什么要卖超台积电 买超鸿海 其实就是买低机器 今天就买低机器 十倍本一比 你不要说我没有说 所以我不认识讲鸿海 或者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太阳能 龙头电池 或者是多晶系电池 或者是中油的 什么肯内廷收了 其实没有人像我这样子 我拍一个香港代表 我拍一个大陆卖表 我拍一个日本代表 我拍一个加一个美洲代表 你会发现太阳能的上中下 都有创新高 太阳光光升起了 其实投资票今天股价还是这样子 所以今年的行情非常大 我欢迎你赶快来电恰询 赶快趁这个最后行情 赶快掌握这一波大的 好 锁定了太阳公公 总共有四大族群 对不对 隐含LED在里面 是 要持续的带你来掌握 今天国海带一下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同一期 今天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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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